我们今天刚好可以用一个实际的案例来讨论一下说 投资客他们可能怎么样在筛选物件 或者是说我们自助客呢 怎么样找到便宜或者是秒杀的物件 这些其实都是老生常谈再重复一次 首先我们必须要有个概念就是说 人类文字的局限性 这什么意思 就是很多东西呢 其实人类还没有办法用文字具体描述 它是一个感觉就像艺术一样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怎么形容一个女生 很漂亮 可能我们会讲出一些特点 比如说眼睛大大的 然后睫毛翘翘的 甚至笑起来有酒窝等等的 可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些东西去用AI拼凑出来 会发现说可能拼凑出一个似不像 所以一个美呢 它其实是一个整体的感觉 你很难具体会怎么去形述 为什么这个女生你会觉得很漂亮 为什么这个女生呢 你觉得还好 到底她怎么样去用文字传达呢 这是人类目前还没有办法做到的部分 再来我们开始看到 刚好这几天有发生一个实际的案例 因为过去有提到说 今天如果我们是非专业的投客 目前个人觉得还可以买到便宜物件的方法 大概只剩两种 那刚刚好这几天出来一个这样的物件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5915主他刊登的一个制售的物件 不过今天在看这个页面的时候呢 他已经成交了大概是21号22号那个刊登出来 一刊登出来我就知道这个案件呢 大概一天到两天内就会卖掉 而且买的人呢 基本上蛮有可能是投资客的 因为这个案件当初那时候开价是888 不知道后来为什么调成900万 那这个案件他不装潢再拿出来卖 个人觉得他在市场上都可以卖到1000万 甚至以上的一个程度 我们现在看到他是一个在德昌街的一个公寓三楼 那他的权状呢是20.25平呢 屋龄他打错了 屋龄其实大概46 47年 那家有个印象啊 基本上四楼盖的公寓呢 在台北市屋龄大概都一定四字头 甚至五字头了 那五楼盖的呢 才有可能是三十几年 这个是一个要基本的概念 那我们看到他的照片呢 我们大概可以有个感觉说 可以看到他的地 大概的地址 我们可以Google一下街景 比如说呢 我可以Google一下街景 发现说 他刚刚好位在三楼的这个边间 是一个L型的阳台 格局看起来呢 蛮方正的 甚至我们可以Google到 比如说他离捷运多远 那附近有没有一些可能闲屋设施 这个可能大家都可以先网路上查得到的东西 但是特别要提醒 大家可能一些容易买方会忽略的东西 不是那么专业买方忽略的 第一就是 如果你没有常在看这区的房子 其实看这种东西 有时候投资家们看的是一个感觉 就是学者才会提出一大堆的理论跟数据等等的 但是到底这个房子能不能买呢 很多时候就是经验多了 你自然而然就会有形塑自己的一个经验感 价值观 你很快就可以做决定 一般的客户最容易有的误区就是 他只看实价登录 比如说我如果说 用实价登录 然后框出来 那个公寓的位置大概在这边 然后呢 我用框出来 他周遭 从今年1月到10月 目前实价登录只到10月 的公寓的行情 你会发现说 他实价登录 直接把你的平均单价呢 总共附近大概有14比 平均单价39万多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间物件它的开价 44万4啊 也没有便宜啊 上一刹可能是11、42万成交 哪里有很便宜 所以说买 在一般自助客买方 他最容易忽略的部分 他只看实价登录的平均单价 我们在看单价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 现在市场是 比如说他是一个持平的市场 还是一个下降的市场 还是一个上升的市场 那目前 如果你有仔细去观察 每个月的实价登录 你会发现 价格几乎是一笔一笔一笔 在创新高 在往上跌 所以说你如果用 均价来跟物主谈价呢 当然这是一个谈价的方式 但它绝对不会是一个成交的方式 第二点 投资客今天 我们要看这个房子 还有没有竞争力 我们就去看说 附近类似总价跟条件的产品 有没有得选择 比如说这个区块 它有没有很多公寓 三楼的案子在卖 有没有很多 比如说如果这是一个新大楼 有没有同样总价跟类型的 平数的案子在卖 因为今天买方 它如果选择性多了 你价格就很难拱上去 那我们再以刚刚看了 591的这个物件为例 它是一个四楼盖的公寓的三楼 大家要注意一个基本的概念 市场上 不管任何商圈 永远缺的都是公寓二三楼 公寓二三楼基本上是 整个市场买方的首选 如果以公寓来说 你如果常上 仲介网站看到的话 你可以发现 基本上公寓 大部分都是四楼 或五楼在卖 二三楼呢 上网的时间通常很快 除非价格太高 或者有其他的抗性等等 再来我们看 它的权状评数 因为少纸化的关系呢 早期很多公寓 都是盖30坪以上 30坪以上会 购买的人会少 为什么 因为现在房价太高了 所以说相对呢 我们现在居住的人口也变少 不像过去 整个大家庭居住在一起 如果说 权状如果太小一点呢 可能15坪以下 你要隔两房呢 又有点 硬隔出来的感觉 所以最标准的坪数呢 其实在各大商圈都一样 大概就是20坪到25坪 这种坪数的公寓 都非常好卖 因为它其实没有公寓 就扣掉整个一个梯间 大概一平的空间的面积 你要规划两房呢 小三房都有办法 两房永远都是市场的主流 再来总价的部分 总价的部分 每个区块的总价不一样 像在这个区块呢 你看这个房子能不能买 你要注意一下 比如说 这个总价的公寓 我有几间可以选择 因为总价是买方能力负担的一个问题 我今天如果说 比如说总价再高两三百万 比如说一千二千三 我可能 我想买我也没有钱负担 其他单价合理 OK 所以说像这个案子呢 我们可以注意一下 如果我今天是一个不成熟的买方 人家跟你讲说 这个案子是投资价 为什么你不会觉得是投资价 因为你只看单价 你没有去忽略 其他可能要去做评估的部分 再来第三 我们还是在提醒复习一下 基本上专业投资客呢 他常 几乎每天在跟总价看房子 他有机会买到便宜的原因 是因为还没有上网 总价就会报给他案子 那像我们一般人 如果你不是常跟总价交手的 你还是有些办法 比如说591的屋主自售 你现在591都有订阅的功能 你虽然大部分 10个屋主有9个屋主 自售的价格呢 都比行情还高 但是偶尔半年 会遇到一个像类似 德昌街的这种案子 那这种案子呢 一出来 你就有办法用大概的一些方法 去做分析 他没有办法很直接的说 怎么样分析 怎么样的方法 但是你大概有个经验值 常看房子你会有个感觉 那再来呢 是外区的专任约 这个部分呢 是更有机会买到便宜的 屋主自售 有的时候 如果你的时间点不是马上 就很难买到便宜 为什么 因为当地的各大众计 他知道屋主开价 开便宜的 一定会赶快打电话 去给屋主说 我可以帮你卖到多少 卖到多少 只要屋主贪婪的心 被引诱起来之后 价格可能过一两天就反弹了 除非你是第一 二个接触到屋主的买方 那外区战乱约的意思是说 我们可以在 五九一场看到 比如说今天 明明是台北市大安区的房子 可是他可能委托给一个 台中的仲介 板桥的仲介 或者是很 就是明明不是大安区附近的仲介 通常会给他 只给他卖呢 专任约 只给这个外区的仲介卖 大概都是有缘故关系 可能是认识的亲戚啊 很好的朋友啊 等等的 他们有一定的信任感 那基本上这样的屋主呢 他对这个仲介的信任感 通常价格也不会太贵 所以说像这样的案子呢 即使现在市场很热的情况 还是有可能一到两个月才卖掉 为什么 因为外区的专任约 他不会有当地的客户 就比如说我是台中的仲介好了 我怎么可能有台北大安区的客户 我一定是扣网路 靠网路买方过来嘛 所以我不像可能在地 我如果说是那边的仲介 我马上这样的产品呢 我可以直接扣个 一二十组的买方来看 那这个方法呢 是如果说 您看到有这种案件存在 你会觉得还蛮便宜的情况下呢 可以尝试用这个方法呢 去跟屋主谈价 甚至买到便宜 以上 以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